初二 初三 初四 受到強烈大陸的氣氛或寒流的影響之下 台灣各地的天氣開始逐漸轉冷 在初二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高壓開始逐漸南下的過程當中 北台灣的溫度會開始手當其衝 開始有比較變冷的感覺 初三、初四 甚至連中南部地區其實也都會感覺到比較明顯的寒意 新的一年先跟大家拜個早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在今年的春節假期長達十天 天氣變化相當的快速 大概兩到三天天氣就變化一波 在今天來說整個冷氣團逐漸減弱以後 北台灣可以感覺溫度回升 中南部還是維持多雲到勤的天氣 不過在明天小年夜的時候 東北季風稍微增強一點 影響的地方是北台灣地區溫度稍微下降一些 下雨地區稍微提高一點 不過緊接著在除夕初一溫度回升 大家最關心的是在初二之後 冷氣團南下影響到初四這段期間 大家要特別注意 這波冷氣團的強度 大概來到強烈倒入冷氣團等級 也不排除有接近寒流的機會 有的整體的溫度有可能在十到十二度之間 請大家要注意預寒的工作 而這樣影響三天的冷的天氣以後 緊接著在初四、初五 溫度可能就開始逐漸的回升 在廉價的尾端後面這兩天 預期可能又一波冷空氣開始暴到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未來的天氣大概兩到三天就會變化一波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這個天氣上面的變化 那整體來說北台灣相對來說 可能是比較偏涼中南部還是比較舒適 但中南部早晚還是比較偏冷的天氣 我們先從預測天氣圖給大家說明 從預測天氣圖上面可以看到 在小年夜的時候 這時候高壓在台灣正北方 台灣附近 所以比較偏東北風 這時候東北氣風的影響 所以影響的地方 北台灣可能下雨情況是比較明顯 溫度稍微下降一點點 除夕到初一 東北氣風稍微減弱 我們可以看到因為高壓開始向東移出海了 向東移出海之後 其實台灣附近就沒有那麼強的東北風 所以在北台灣附近會略而回升 不過中南部還是維持多雲到晴的天氣 那麼初一這個晚上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 台灣北邊的海面 有一道封面逐漸通過 後面開始可能會有冷高壓開始南下 台灣的西北側這邊可以看到 等壓線是東北新南走向 代表東北風開始要逐漸南下影響台灣 因此在週二、週三、週四 需要強烈大陸冷氣中 含流的影響之下 台灣各地的天氣開始逐漸轉冷 在初衛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高壓開始逐漸南下的過程當中 北台灣的溫度會開始手當其衝 開始有比較變冷的感覺 初三、初四 甚至連中南部地區 其實也都會感覺到比較明顯的寒液 而在初五、初六之後 隨著高壓再逐漸出海 溫度可能會稍微回升一點點 但是這時候要特別注意到 在西半部地區 清晨可能會有霧的情況發生 緊接著在連架的尾端 逐漸出發這個時候 到時候預估可能又一波冷空氣 南下影響我們 而這波冷空氣的強度 尤其是預報的後期 我們可以再持續觀察 而隨著北邊的系統南下之後 北台灣下雨的情況 降雨機率會稍微增加一點點 溫度也會稍微下降 我們從溫度曲線圖為大家說明 從這溫度曲線圖可以看到 紅色代表北部 粉色代表中部 深綠色代表南部 淺綠色代表中部 我們來從十九號這天來看 今天來說的話 其實因為隨著冷氣段減弱以後 北台灣溫度回升 中南部回舒適的天 在北台灣可以感覺到 溫度相對是比較暖和一點點的 但是在小年夜的時候 北台灣溫度稍微下降一點點 中部也略有一點變化 稍微下降一些 不過中南部的溫度 在小年夜跟初一這段期間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要注意的是 在低溫的部分 它其實跟北部相當 也代表是中南部地區 它日夜溫差比較大 清晨夜晚都要特別注意加減衣補 除夕、初一 這時候溫度 在北部跟東部 都比較明顯的回升 感覺是比較舒適一點點 但是 剛剛提到 初二、初三、初四 這時候 北邊開始有冷空氣南下 變化比較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到紅色這條曲線 代表北部的地方 溫度是跟 初一這段時間明顯下降許多 尤其在 初二、初三來到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預估在 不好意思 在初三、初四來到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預估在初三、初四 目前看起來是 溫度相對最低的時間點 那麼在中部南部 可能在 初二這段時間 溫度還沒有變化這麼大 但在初三、初四也都會感受到相當的寒異 預計 這樣的天氣 可能在初五之後 會有逐漸回溫的情形 而在離島 馬祖 還有澎湖金門這些地方 整體來說 在 小年夜、除夕、初一、初二之前 溫度都還算是 相對來說是比較溫暖的 但是在初二、初三、初四以後 溫度也是會有比較明顯下降的感覺 整體來說 澎湖金門天氣還是比較偏涼 馬祖因為溫度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氣溫相對還是比較低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春節天氣的重點 在小年夜的時候 剛好提到 因為有一波東北風稍微增強一點 所以平方便地方 像我們提到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下雨機率也就比較高一些 在宜蘭花蓮地區 要注意會有些局部 加大雨時出現的機會 那麼到除夕初一 東北氣風減弱了 那麼 所謂比較偏東風的情況 北台灣其實天氣有機會好轉 甚至可以看到陽光 東部地區偶爾有一些局部雨 還是要特別注意 來到 除了初四這段期間 強烈大陸很難下 這時候已經方便下雨機率 又會逐漸比較明顯 北台灣下雨明顯 東部下雨也比較明顯 這時候配合的溫度 如果搭配得以的話 要提醒北部高山 甚至有些下雪的機會 請大家在用路上面 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 而這時候台灣附近 可能也要留意 或有些強震風 或有些浪比較大的情況 緊接著 初五出六之後 冷氣團還沒有減弱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下雨的情況 跟除夕初一這種冷空氣減弱之後 都是比較緩和的情況 在北部下雨情況 也會比較緩和一點 不過東部還是有些局部降雨的情況發生 這時候各地的溫度 都會稍微回升一些 就不會像之前在 初二初四這時候這麼的冷了 那預估在廉價的後期 初期出發這時候 到時候又有冷空氣南下 影響的地方 可能就是淫風面地區 溫度稍微下降之外 降雨機率也是會稍微增加的 所以為大家正義他們天氣的叮嚀腦 我們主要分風雨、氣溫、雲霧三個部分 在風雨的部分 在東北季風、冷氣團或寒流的影響期間 這時候可能都會有強震風 浪也都會有比較大的情況發生 大家用路行車 海面航空座位船隻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離島往返 請留意相關的船班資訊 而在氣溫的部分 整體來看 北台灣天氣是比較涼一點 而中南部白天舒適 但是日夜溫差比較大 而從這段時間特別要提醒 除了到初四這時候可能受到冷氣團 或很多的影響 這時候各地都是比較偏冷的情況 那甚至大家在南來北往 這時候溫差也比較大 情況一定要注意這種溫度的變化 晚上外出一定要適時調整大家的穿著 就是低雲或霧的部分 在冷空氣減弱之後 我們還是要提醒 在西半部地區 可能都會有一些霧發生的情況 而霧的情況 不會像上週五、週六 這種平流霧影響金門、馬祖 長時間的一種低能見度的情形 主要發生的時間可能都是在 清晨或是夜晚這段時間 比較集中 大家行車用路也都是要特別注意安全 不過在天氣變化的時候 馬祖地區也要留意 可能有低雲也會影響到能見度 大家可能在相關的航班資訊上面 都要特別留心 那最後氣象局 要祝大家在過去的今五年 過去以後五藥前程 那麼在新的一年 吐年來以後 可以為大家帶來好運 以上是今天上午的最新氣象資訊 請問大家有沒有問題要發問 請說 大科長 在初二冷氣團來報導的時候 有沒有預估各國模式來看 有沒有可能達到寒流的等級幾率多高 然後平地低溫是否有望可以達到10度下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曲線圖 代表北中南東道 那麼最冷的時候 大概落在初三到初四段期間 而最低的這條線大概接近10度左右 洋海空洞地區有可能相對比較低一點點 這是目前的最新的資料顯示 但我們也可以知道 在過去從上禮拜到現在 在觀察這段時間的溫度變化 整體的資料一直在寒流 跟強烈大陸的時間之間 也就是10到12度附近一直在做變化 這種情況大概要等到前三天之後 相對掌握比較精準 不過要提醒 以這樣子的程度 相當局也是不排除為法復低溫特報 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最新的低溫特報的資訊 請教課長 那初三初四有機會可以再拿一些山 然後看到降雪機率 目前預估為何 好 以整體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 初二初四這段時間 尤其在初三初四 相對是溫度比較低的時候 如果下雨的情況 在北台灣地區 也就是在苗栗與北或宜蘭這些地方 相對還是比較明顯的時候 溫度如果配合得好的話 還是是地方 也就是北台灣地區有一些下雪的情形 相對 好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